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在纽约州市议会引起了各方高度重视 议员们对此看法也有所不同 根据统计 纽约市特殊高中亚裔学生占大多数 若此法通过将重创亚裔社区 因此大多数的亚裔家长也对此议题普遍关注 并反对改变现行的考试制度 此次的辩论赛 主办方以特殊高中教育考试制度 是否应该改革为主题 进行正反两方的辩论 由十位亚裔高中及大学学生 分成两对进行激烈的辩论 其中有八位华裔学生 参加的青年学生以自身的经验 来探讨目前纽约市的教育制度 并对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与研究 让在场的评委及旁听的学生代表 都十分专注地聆听 周仲元金对齐表示 这项比赛不再输赢 而是要鼓励亚裔青年 关心国事及社区议题 并能够借此训练青年学生 领导才能 培养亚裔青年参政议政 华语电视剧阵阳整天 纽约参访报道 民俗运动是一种高度趣味性的体能活动 也是一种综合性的民俗艺术 纽约华侨文教中心29日表示 来自台北市的青少年民俗运动访问团 将在8月6日抵达纽约 并在8月7日晚间7点 在皇后社区大学表演厅公开演出一场 并进行纽约乔界参访活动 将优良的技艺展现于国际舞台之上 纽约华侨文教中心29日举行记者会 文教中心主任张景南宣布 来自台北市青少年民俗运动 每家访问团26位青少年 将在8月6日抵达纽约 并在8月7日晚间7点 在皇后社区大学表演厅公开演出一场 并将在纽约乔界进行参访活动 张景南也说明 该团由台湾乔友会及台北市教育局协办 到美加地区的温哥华 沃台华 多伦多 及波士顿等主要城市参访 纽约市最后一站 将台湾的传统民俗技艺展现在国际舞台 主要就是说他们这些运动的这个部分 它可以把台湾的这种民俗文化 可以在海外能够来推广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他们整个行程里面 我们侨胞都能来观赏 负责承办活动的大纽约区 台湾大专院校校联会 董事长王金志表示 身为侨界支持这项活动 让这些来自家乡的青少年 与海外青少年相互交流十分的难得 也感谢社区各界社团企业的支持 让活动顺利举行 据了解该团在纽约的演出 仅有8月7号一场 这场演出入场免费 因为场地有限 只有500个座位 由于参加者可向大纽约区 台湾大专院校校联会联络 电话号码为908-906-9289 华语电视记者杨展田 纽约采访报道 纽约青年信诺会将在华部 举办一场免费乙型肝炎筛查活动 时间在8月3日星期日上午10点到下午4点 活动地点在华部空子大厦 欢迎社区民众前往接受免费的检查 当天所有受检查的民众都可以获得免费的午餐和五元的地铁卡 专业医师张卫健并于当天的12点到12点半 为民众做乙肝防治的讲解讲座 本次活动将免费筛选100名亚裔民众进行乙肝测试 先到先得 青年信诺会是由一群年轻的热心亚裔活动的专业人士 组成的非盈利组织 该组织的宗旨包括筹得款项 协助社区专注于社区活动 为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民众推广公共健康和教育 并帮助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 欢迎民众前去咨询 咨询电话9177148198 华外电视记者赵璐纽约报道